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舅娘 有事吗 你 你知道吗 从见你第一面 我的魂就被你勾走了 舅娘 我 自从我丈夫柳天然死后 我就再也没有碰过任何男人 可不知为什么 看到你那颗棋 我的心乱了 脸红了 一切都变了 我虽然是个江湖女子 但也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开店多年 我从没有亲自出马 勾引过目标 也从没有对哪个男人动过真情 可今天看到你 我却情不自禁 五老二说我看上了你 我不敢承认 可你知道吗 一看到你 我的心狂跳不止 一离开你 就觉得空空荡荡 没招没落 从哪儿开始我就知道 你是我命中的魔头 我 我 我再也离不开你了 舅娘 我是个不祥之人 谁招惹上我 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不喜欢我是吗 当然不是 是我不够美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我所说的 都是真的 本来 我是没有十几位好兄弟 都是武艺高强 一波云天的好汉 可一路行来 几番血战 这些好兄弟一个个的 都倒在了我的面前 他们有家 有妻子有孩子 其实他们不用死的 只是因为跟着我 我给他们 我给他们都带来了什么呀 包大哥 你们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给自己的家 又带来了什么呀 我的父母兄弟因我而死 我的妻子儿子因我而死 我的妻子儿子因我而死 你知道吗 我眼睁睁地看着父母被杀 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死在仇人的剑下 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死在仇人的剑下 我都无能为力 我都无能为力 真可怜 还以为你是铁打的 谁知道 你心里也这么苦 就这样 我的家没了 亲人没了 房子没了 一切都没了 我感到丁熙扶头本一位好朋友 想不到我到那儿第二天 他的住所就被输钱官军团团包围全力攻打 转眼之间 他的家被依偎平地 不下位族死生殆尽 我这才只身逃进沙漠 躲藏了齐磊 是什么人竟然如此恶毒 是 是 是向阳王 你终于明白了 不杀死我 他绝不会山坝甘休 而我呢 也早已将生死支支度外 从我亲人死去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没想再继续活下去 只是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那你的使命是什么 是 是这个孩子 这孩子 这孩子究竟是什么人 你没必要知道这些 知道的女多有危险 你只需要 安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我虽然是个女人 却不会因为胆怯 放弃自己的爱 只要你要我 不管有多危险 我都会跟在你身旁 哪怕是死 不 丘娘 你已经经历我一次不幸 我不能让惨剧 再一次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可能还不了解我这个人 只要是我爱的 我都会不顾一切 我爱上柳天然的时候 只有十七岁 当时父亲是朝廷的总兵 怎么能看上柳天然这种江湖人物 因此竭力反对 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 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 随柳天然闯荡天涯 现在 我把心交给你 不管你是死是活 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都会陪在你身旁 但是 我要你一句话 只要一句 可这句话 是我无法给你的 是我无法给你的 我说过 如果是担心我的安全 那么你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件事情 我也说过 不会让你服他等候 这是你最后的回答吗 这是你的借口对吗 如果你不爱我可以直接告诉我 不需要拐弯抹角 不需要拐弯抹角 你不需要拐弯抹角 你不需要拐弯抹角 其实 这都是命 上天注定 逃不了 躲不掉 我爱你 我恨你 对不起 不需要拐弯抹角 对不起 不需要拐弯抹角 我来解决了